眼下随着中国女排告别巴黎奥运会 目前朱婷 王媛媛这些主力球员 也在赖亚文和蔡斌的带领之下返回国内 按照中国排协在最近发布的消息 接下来朱婷他们将会各自解散 拥有自己的假期和自己的安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球迷来说其实都很感兴趣 科内利亚诺将于8月19日 开始为期一周的练功开课 参加球员有沃洛时 朱婷晚些时候开始报道训练 那么后续还会不会继续为中国女排 出战国家队的比赛呢 那么就在最近 在本次奥运会之旅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从网上的报道 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首先关于中国女排 到底会不会重整的问题 其实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大家很清楚 包括丁霞 张长宁以及朱婷 这些主力球员年龄上都比较大 估计很难坚持到下一届的奥运会 在最近的媒体报道中 很多媒体人也表示 随着中国女排溃败出局之外 郎平时期的几位老将 大概率都要告别国家队 起码很难再参加 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 所以接下来中国女排 估计会引入更多的年轻球员 吴梦杰这一些00后球员 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 真正的核心 那么除此之外 在最近 朱婷也做了一个最新决定 这个决定在网络上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就是即将前往意大利 继续参加一甲联赛 之所以这个决定 会在球迷群体引发一些争议 是因为一直以来 有些球迷对于朱婷 刘洋都不太理解 认为在这个奥运会 七周期 朱婷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国外打比赛 在中国女排参加联赛 争夺奥运门票的时候 朱婷都没有及时赶回来 所以有些球迷就觉得 朱婷是不是只想 在国外打球赚钱 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 为什么朱婷 可以在本届奥运会 打出这么好的成绩 就是因为 她利用了这几年 一边赚钱 一边进行手术治疗自己的手腕 一直等到本届 巴黎奥运会开始 朱婷才拥有这么好的状态 来为国争光 所以其实 朱婷这些年 在国外流洋 除了说自己享受 赛场上的快乐之外 我觉得 她也是时刻 为国家队的征兆 做好准备 所以相信朱婷 这一次做的这个决定 肯定会得到 赖亚文和主教练 蔡斌的支持 事实上 其实中国女排 将来想要重回巅峰 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 光是一个朱婷出去流洋 还不够的 包括李盈盈 吴梦杰 这些年轻球员 都应该争取机会 到外面的赛场上 去看一看 也只有这样 我们中国女排 将来的战斗力 才可以变得更强 我们不否认了 中国女排 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绩 但与此同时 我们的球员 也得与时时俱进 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 将来再形成一个集体 中国女排 才能够所向披靡 请不吝点赞